倒數開始滴答滴 一頭時髦紅髮 白色外套 配上長靴 Coco李文經典歌曲滴答滴 MV中緊歌熱舞 當年可是熱銷金曲 全亞洲累積銷量突破180萬張 也是1998年 台灣唱片年度銷售第一名 像是第九頁或者是滴答滴吧 我記得他之前是亞洲50大的一個 像是影響 就是對亞洲影響力的人物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 就覺得一個 非常有才華的人這樣殞落 對 其實還蠻不捨的 可能不是我那個年代的歌手 但是他的歌啊 他的表演我也就是有看過 高馬蛋吧 算正經啦 因為還蠻年輕的嘛 還沒50歲 對啊 可能也是好像聽說是一些 情緒上面的問題沒有出比好 對啊 可惜啊 對啊 是一個很優秀的歌手 舞台上跟著節奏打起鼓來 李文 鄧紫棋爽書開唱 跨世代的合作留下經典畫面 2019年 李文登彈演唱 天后蔡依林擔任嘉賓 化身最大咖的粉絲 面對李文離世消息 周琳也在第一時間PO文悼念 說永遠記得燦爛笑容的你 王力宏回憶出於過程 還說很幸運能認識溫暖的朋友 她的精神 陽光 音樂永不吞色 蕭敬騰 曬出俏皮吐舌合照 還有同台飆歌畫面 喊話口口 謝謝照顧 永遠想念你 還有陶晶瑩 蕭S 吳康仁等等 眾星紛紛 發吻緬懷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我依然愛你最深 今年就要出道 慢三十週年 李文首首經典好歌 如今已成絕向 環語新聞宋君 黃萱萱 台北採訪報導 請問您行動 請問您能否決定 您指定 請問您 您請您 請問您 請坐 請坐 請坐